1949年1月22日 一架美制C46单引擎飞机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 从呼和浩特飞至北京 1949年 呼和浩特还是隋远省的省府归隋 飞机上有一位重量级的将军 他将和重兵围困下的北平守军司令 副座义秘密商谈 决定一项有可能改变战局发展的大事 我母亲坐在地上 飞了五个小飞机 电波 所以我母亲就跟着飞机里抱着 一抱你就能摸出什么 人在头 坐了二三十人的小飞机上 除了那位大人物和随行的军政要员 还有一位27岁的神秘女乘客 那么这里边全是马后部路马带 然后前面有军人 前面都是军人 具体里边军人 我母亲知道就是坐东西五飞机来 买的是东西五 她一看就知道 那她光是大 入夜后 这架特殊的飞机降落在了北平市中心的东丹机场 东丹机场正是孤岛北平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空港通道 此刻的北平已被共产党解放军团团包围 北平已是一座孤城 平津战役的主力部队 林彪的四野并没有急于攻城 他们正在等待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要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1948年12月16日 北平公务局召集城内所有的清道夫和紧急招募的2000多名民工 在距离天安门近一公里的东丹 推土拆房修筑飞机跑道 实际上前一天的15日 驻守在原奥地利兵营的首城中央军部队就封锁了东丹地区 开始驱赶这里的商户 施工队在周围搭起卢尾席 砍伐所有树木 拔掉电线杆 拆除崇文门至东长安街的油轨电车铁轨 东到崇文门大街 到店铺 里头都铺的黄夺 西是到奥地利兵营 那时 北京有西苑南苑两座机场 但以南苑机场为主 之前的11月 江介石携宋美林和蒋经国到北平都站平津防务就是从南苑机场起降的 解放军总攻逼近南苑机场的起降班次达到平常的数十倍 12月5日 机场油库发生了爆炸 对副作义来说 油库爆炸事小可以修复 关键是解放军已经从东面北面向北平行进 这才是真正的威胁 辽省战役后 蒋介石丢掉了东北 援助沈阳的国民党空军第一军区 一部分转场至北平南苑机场 但这支空军立足未稳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80万人马和15万之前民工 就已经扑向平津各个战略要点 解放军相继占领了北平的南口 丰台 卢沟桥 从北面和西南面包围了北平 中共华北军区野战军则占领了通县 彩玉镇 狼房及黄村 从东北和东南面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 1948年12月17日 东北野战军的一个师攻占了南苑机场 缴获飞机25架 当时所有民航非北平的航线都在南苑机场起落 北平的达官显贵都在想尽办法逃离北平 或把家眷和钱物转运南方 同时将皆是拟定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 准备将这些人士送往南边 以便随之迁台 胡适成为第一批抢救人士 1948年12月12日 南京的飞机飞到北平上空 单解放军部队已经占领南苑机场 飞机只好折返 三天后 国民党军与解放军在南苑机场展开争夺 取得短暂的控制权 江介石下令派专机到南苑 接走了北平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各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成为南苑机场飞往南京最后的人 但他的小儿子胡思杜则选择留在北平 眼看南苑机场收复无望 华北剿供总司令副作义被迫在北平修建新机场 他先修建了天潭机场 南京的飞机在这里起降了一批 但南苑附近的围城炮兵很快得到消息 向天潭机场开炮 第二次 又由南京方面的飞机起降 但他们不敢飞了 副作义只好命令下属 打电报给解放军的平津前线司令部 请求不要炮击 随后借到复电 军队不能运走 高级将官和特勤人员可以走 于是江介石的嫡系军官 宪兵第三团和部分特务人员 变成这批飞机从天潭机场回到了南京 从此 天潭机场再没有起降过一架飞机 东丹机场用北平东丹练兵场 及其以南地块 以现在的东丹体育场和东丹公园为主体 南起崇文门以西的城墙 北至东长安街马路以北 东至崇文门大街东侧便道 南北长约600米 东西宽约300米 他的西墙那里有二层小楼 是离职修的 那就是一个无线电链 爆发机通话的 叫空中指挥部 所以飞行员有呼号 到北京就呼他这个 他告诉你 往日走偏哪儿 进哪儿 二层 圆的 跟放那个六零的 就跟着那个日本鬼的炮楼似的 这得提前 准确位置 就现在的商业部东门 能够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 起飞降落的客机 只有美国造的C46和C47 单引擎的螺旋桨飞机 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 东单机场就建成了 在西墙 有一个简易的二层小楼 适用于空中指挥的塔台 和飞行员进行联络 在守城的副作义 与围城解放军的默契下 当时几乎所有的民航公司 都开通了来往北平的航线 其实 主要是从北平外运人合物 同时 东单机场所在地的南北 地面交通并未中断 从文门大街的东面 用草席围城的栏杆 与路边店铺之间形成一条三米宽的通道 让行人和车辆通过 就是通过习鹏的这空隙的地方能看到机场的全景 这个飞机都 这个我都很熟悉 识别起来没有什么任何困难 这个只不过到最后围城比较紧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才有四架P5要来过 平时都没有作战飞机来过 都是南京过来的运输机 刘少涛当年15岁 正在读初中 家住天坛北面 齐年电路 草场十条的长沙会馆 为了省下坐电车的费用 他每天都步行前往位于东四的学校 是个从小就对飞机着迷的航空爱好者 上学放学 他都会扒开东单机场旁的草席 呆呆地看很长时间的飞机 东单机场过去叫东单操场 这个操场地也比较平 也不需要平整 所以就很自然形成 他只不过就是把外围用席子 把它包围起来 形成一个通道 行人不能穿越 这就可以了 当时的飞机票 从东单机场起飞到南京 一个座位 一根金条 不要钱 那时候机缘件都不管事了 法币早不行 一个金条 一座位 买不上 所以中航 说 就一架一架飞机起飞 主要是逃难 到真正坐飞机人的手上 一个座位已经炒到了三根五根金条 这对普通市民来说 绝对不可想象 所以北平的居民 大都处遍不惊 依然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这个吃饭就比较困难 当然有一些小粮物铺 那那当时也不是说 像解放后是有一共用系统 完全没有 都是私人办的一些粮店 买的时候也不会像 像后来是成袋的买 那都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临时有点钱买一点 辛苦度日就是 因为没有夜行设备 到晚上 东丹机场黑漆一片 机场北面是东丹夜市 虽然被围城 这里却非常热闹 密密麻麻的摊档 各种京城小吃名吃都可以找到 大家并没有濒临城下的恐惧和惊慌 12月19日 南京政府又派飞机来转移学者和专家 当天晚上 清华大学校长梅宜齐 和北平师范大学圆敦礼校长 等学界领袖和知名学者 齐聚在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的办公室里 商讨第二天的南非计划 为避免混乱 由袁敦李签字 郑天挺和张启军盖章 手工制作了临时机票 大家要平票 登上蒋介石借梅宜齐的飞机 20日清晨 大家齐聚北京饭店 但由于南京有物 他们都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晚 21日中午飞机起飞 傍晚到达南京 梅宜齐当时只带了一台打字机 和两本书 就离开了北京 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英若成的父亲英千里 也是成这趟最后的航班 离开北平的 他是原北平辅仁大学副校长 1948年时任北平教育局局长 1949年1月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 共81位院士 有十几位院士跟蒋介石去了台湾 其他六十余位院士 选择留在北平 副作业在1949年1月份的指挥部 还在西郊万寿路呢 当时城里边主要是中央军 他在那儿呢 大概他是1月的十几号 我见过四人回一路 他才撤进中南海了 他放弃了西郊阵地 1949年1月19日 国共双方在三个月的谈判后 为了保护北京这座千年古都 围城的解放军 与副作义签订了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规定自1月22日上午10时起 双方休战 休战前一天下午 副作义召集华北较总副参谋长以上官员 及所属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 宣布和谈协议 中南海淮仁堂沉默一片 突然有人嚎啕痛哭 边哭边叫 对不起领袖呀 对不起领袖呀 当天 江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 回西口老家 下野前 江介石致电副作义 希望看在多年的勤奋上 准许江介石派飞机 接走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 1月23日清晨 中央军第19军军长李文 当师团以上军官200多人 在东丹机场乘两架飞机飞往南京 东丹机场 跑道很短 解放军的大炮完全可以轰炸机场 但解放军没有打 陈军远的妈妈已经92岁 1946年 妈妈跟着外婆到归随教会医院做护士 1948年7月 共产党解放军包围的归随 就是现在的呼和豪特 围城后 医院缺医少药 每天他们都要超负荷工作 城里边是断粮断水 一派彩下 伤兵 饿瓢 所以我看医院里边全是伤兵 又前前跑了 所以他们非常忙 忙的时候我姥姥那是副院长 这叫劳累了 得了急性盲肠炎了 当时做的手术呢 挺成功 没事 因为他大外科大夫 他们做的盲肠炎手术不小手术吗 但是没想到我姥姥小时候被疯狗咬过 一下引起狂犬病后一症 突然就去世了 高烧不值 那对我母亲是个极大的打击啊 她也是作为一个跟着母亲一个孤女嘛 没任何人 天天哭 当时那院长是个比利时人 是教会医院 这个医院属于北京协科院 是在张家口 那个隋远是一非院 他要跑 他要跑 所以他在跑的时候呢 因为是我姥姥跟他一块去的 他就带着我母亲 这就带着孤女 那么正好这个比利时大夫呢 是董奇武的私人医生 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就搭乘着董奇武的军用专机 带着我母亲就坐上重专机了 免费 飞机里边全是军人 1949年1月21日 中国共产党新华广播电台 播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傅作义签订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声明 此时 傅作义手中 有城防部队25万之众 及大批粮草资众 以及150多万皇城居民 归随的守军总司令是董奇武 傅作义是他的顶头上司 协议一字没提 陷于重重艰难的归随 他坐不住了 电报发给傅作义 上司说 赶紧到北平面了 于是董奇武 1月22日 匆忙登上那架接他的美制C46运输机 从归随飞往东丹机场 因为小飞机 天气也不好 云色特别多 我母亲就在五六 我五六岁就说了 这飞机颠簸 晃过来晃过去的 因为他坐在哪 他没座位 就直接坐在那样 铁壳 那么就扶不住 没有个椅子 幸亏他那飞机后 比如东西 全是麻袋 我母亲就跟他抱个大萝卜似的 我就抱着麻袋 这麻袋特别沉 还特稳 随远是傅作义起家的地方 属于他的大后方 董奇武就是他的嫡系 追随傅作义 已经21年了 1949年1月22日夜里 东西武的专机 抵达北平东单机场 直接到中南海淮仁堂 面见傅作义 彻夜长谈 傅作义表示 北平的和平解放 是自己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 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 不谅解我的人 可能要打死我 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 随时可能杀我 三是自己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 也可能会打死我 为了北平免于战火劫难 和平解决是他必须的选择 之前蒋介石先后派了蒋伟国 郑建明 徐永昌等来到北平 劝收副作义大军难撤 蒋伟国还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同时 美国海军也派人到北平 劝傅作义接受美国援救 都被傅作义一一谢绝 随后 董奇武当即表示 就再是拼三个死四个死 我也要追随您 走和平之路 最后两人敲定 随远问题 等傅作义到西柏坡 见到毛泽东后再做安排 东旦机场跑道很短 离围城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也很近 无线电侦测也知道 国民党军方面的所有行动计划 但解放军没有打 除了民族大义之外 还有一个个人原因 傅作义的夫人和孩子都在重庆 这也算是没有写在纸上的谈判条件之一吧 1月22日 陈军远妈妈所做的那架董奇武专机 是降落在北平的最后一班飞机 东丹机场的使命被定格在了1949年1月23日 严格来讲 东丹机场所在的东大地 能有这么大一块在闹市中心的空地 守城的国民党军应该感谢庚子年间的义和团 使他们为了攻打东郊名相的万国使馆区 烧掉了那里 本属于满清王公贵族的王府大宅 1900年 义和团在北京城 烧了两千多间华美的四合院和一百多间教堂 之后这里成为西方列强的演兵场 日本军队的训练操场 日本投降 美军1948年撤离 这里又一度成为了洋货市场 1月23日 傅作义在他的警卫团掩护下 从中南海搬回1948年12月16日 撤出的西郊华北郊总司令部 东丹机场和旁边的中央军大营 驻进了解放军部队 初中毕业 喜欢飞机的刘少涛 如愿加入了解放军空军 我们当时参军最初几天 就是住在这个官乡的一些民用房子里面 然后没有几天 我们就把我们运到了 就坐火车 就到了天井 海光寺 学习对空情报业务 飞机识别 什么情报信息的传递 就开始新生活 训练四个月 然后就给我们分到花的房子了 一个小轮回 刘少涛又回到上学路上的东丹机场 在这里 他已经是京津卫戍区 华北防空部队的战士 为即将到来的开国大典 保驾护航 1949年10月1日 因为当时从建国门到东丹的道路 还没有打通 东丹机场的开阔 再次发挥了他的用途 成为检阅部队和市民开赴天安门广场 接受检阅的集合点 判断 清洁